这边应该是在等待这个DD的一个 这个卢销的一个抢鹰 满盾的状态之下直接压了过去 到地面线 到上来有机会杀掉了 但是有没有人能够跟上集火 好像并没有反而自己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 并没有能够保护 而且让Perfect赚了一大堆的能量 现在已经来到66%了 不过地面上 地面上是占据了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目前 哦 这边是被抓到单 那么这样的话应该是没有机会去做存活 哇 这边Berry的输出环境 但是也没有人可以进来踩点 这可尴尬了 因为对于双方来说 在互换的情况下 肯定是这边首尔队占据一些优势 哇 这边直接给到充足的资源区 击杀掉Berryn 随之这Berryn的阵亡的话 场上会有点输出不太足的情况 Profit这边应该很难逃脱 Tuma一个人完成了对双DPS的击杀 C位杀手 杀了三次C位 而在地面上我们看到Mirror很好的保护组队友 再找到了对手的残亚塔Ducing 看看Profit的炸弹轮胎来到正面 利用自己的震荡手雷去打到去 但是这边好像勾到了这边的地霸 直接打成爆甲 而且赵子交掉现在是有机会去拍 列地猛击 骗招有机会骗出来 在这个转角要交出来吗 但有人数上的优势 Mirror这边大招摁得很死 这样的话是不用交出这个列地猛击 可以把射击去打过去 而且这边把大水拍到了一个很适合输出的位置 直接打顶掉了Profit的脸上 打输团战没关系 但是一直不往前换 你等于让对手一直有个筹码 Profit的第二个轮胎 又是配合Berlion的漫出炸弹取得效果 两个炸弹直接带着对手 两个技能 这个点位使用黑板盒是非常合理的一种选择 还是一个 哇 这边是直接敲掉了 这边是裂空加上温斯顿 那这样的话这一波又配合一个核爆 这边是先用一个 路霸的这个机会狗票去推远 这边投了一个核爆 现在场面上大招很多 哇 这边是用胜强行保住了Berlion 而Flata并没有办法吃足奶量 那这样的话A点 现在这个点是有机会守住的 Berlion这个火箭弹幕没有拿到成效 实在太可惜了 解决Berlion这个黑白盒 因为这个黑白盒在后点是很难解决的 测身埋伏的 扎莉亚这边失业出来 有必要吗 这一波真的有必要 就要双控让打招吗 事实上我们会觉得有点偏多了 看看这个重力喷勇 会不会被聚合射线 加上阴障给抵消掉 哇 马斯根的位置很不安全 还好是直接聚在墙上 但自己的学线有点拉不住啊 哇 这是个偏保护式的重力喷勇啊 是的 那这样的话 这个唯一的控场拿到交掉 而且时间也不太够了 我觉得这又是失误了 Purphy又从上方 这个重力喷勇吸到了大量的车 Bin长虽然交掉 但是我不觉得能够 控制掉这个伤害又加一个核爆 这样的话 车应该是没太有什么机会去推到点了 后面有三个人选择绕过去 但是有机会吗 小D1能不能上架了 机甲都很难说 怎么办 看能不能上架 但是有一个轮胎 这个轮胎实在是很难去解决 因为你要在车边守着 这是回放吗 一模一样的画面 明顿的处理 这边上狂鼠直接高空自爆 但是被吞掉了几个关键性的伤害啊 刚才ZOMAS起到了不错的保护效果 但是机甲被勾 恐怕是应该保不住机甲了 现在奥地莎恐怕要下来踩点 现在MIRROR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 已经要过来吃了 我看到MIRROR选择迅速的嗅觉 是比较灵敏的 但是能不能退得掉很难说 哇 补量是不太够的 轮胎能不能起到效果 已经被看到了 能不能炸掉人 漂亮 说到王长队来说 是一个不错的消息了 应该说 这样的话 我们看到还是打同一个阵型人 这边被吸了一下 但是没有收获 点那要下来踩点 也要踩到两格了 没有选择踩吗 狂鼠已经来到敌人的后方 要从上方发动他的爆发力 我看到ZOMAS的机甲 还是成为了一个重视之地 这边又是被击火掉 5高点的 没有任何机会 FLATA直接被秒杀 而且这边也是找到对手的黑板盒 这样 我看到FLATA根本没有办法保护着Tobi 第二次的进攻又打回他们这种暴力流 还有足够的盾量可以抵抗进攻方 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马尾巴 撬点的Miro被弹得失去了位置 而且手上空有列帝猛机 但是并不敢放 交掉了ZOMAS 还不打算放大招吗 这边对手拍到阴障 还可以拍到了后排的几个人 但是对方反交重力朋友 加一个核爆 这一波应该是没太有什么机会 去做更多的一个挣扎了 列帝猛机我觉得随时要敲出来了 来了 没有意识到Miro是没有大招 拍掉两个人 但是好像输出有点补不上 而且JES自己的血线不是很健康 没有办法上去补输出 是的 高点Burlin的轮胎好像被看到了 但是被看到没有办法呀 Oh my god 炸掉Mounce King跟Tobi 最关键的两个单位 ZOMAS虽然有核爆 但是小地方是肯定没有办法上架 这个核爆也取不到成果 我觉得理论上应该量的差不多了 因为Purphy还有一个重力朋友没丢 对Miro冲回车边 但是Miro又是冲出了位置啊 这样的话直接交出重力朋友 Mounce King跟Tobi两个人是没有什么机会做更多的挣扎 这边应该是会把最后这张图也交掉 核爆 虽然没有取得成效 但是我们看到应该也是足够了 看看有没有办法滚回来 有点困难 主要是 还是维持了他们队伍的中心思想 但是Fleta是选择走地面线单走吗 哇这真的蛮非典型的 这边是让Fleta走地面线 然后其他人走高线 上面Zooma打了非常高的输出能不能其他都要Gesture 好的 这样的话应该这个点相对稳定一些 虽然整体人的血线都不是很健康 但是我们看到 呃所有的人都是依靠于 刘杰宏跟Tobi的奶量是得以存活 在第二段 Fleta掏出了原势 待会要打一个立体机动作战 牵制Baring 但这样的话自己能量 这一步要打一个运营 核爆投出去 高度是比较高 但这样的话自己上不了 机甲这个核爆的话 不能说很成功 这边Profit又在后线 哇这个Profit真的是无法无天 而且问题是Munchkin选择了前者 换后排也没有成功的换啊 没有换到啊 我们看到Profit又绕到了后排 手上还有一个半转 他找到又粘中直接阵亡 虽然Munchkin辛辛苦苦在后排 击杀了对手的Bedosin 但自己的后排也是已经倒完了 是的Baring的位置有点危险 不过在一个阴障的掩护之下 还可以再存活一段时间没有问题 Fleta跟Tobi再次的倒地 这边Zuma能够换甲成功 但是能不能打印还很难说 因为Profit还在场上 这个时候还在进行源源不断的输出 我们看到这边Munchkin 又是再次被这边WU打了一波急火 还是没有办法解决Profit的这个点啊 对于他们来说 我们看到Fleta几乎能量进场超级慢 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打的目标 没想要去打一波追击 但是剩非常好的这个时机 既然开着剩 他们一定会往前打一波了 但是对手也交出了剩 这一波Fleta的拔刀时机已经非常完美了 因为对手辅助技全部交完 自己这一波可以畅快无阻的 把所有人全部砍完 为了保一个机甲 把剩开掉了 让Fleta抓到拔刀的机会 打得太慢了 高台的位置并不在他们的手里面 强行交音 让出强打核爆也好像也交掉 这个核爆 我们看到在他其实是吃了很大的风险 因为他是吃到阴障去交了一个核爆 他是找到了丢什么样的角度啊 我们看一下中把这个核爆三杀 也是一个跨地形的核爆 我刚好是投在了这个横梁顶上 这一波跳出场 Ducing是有一个剩 而对方没有原始的情况 他这个剩有比较多的运用空间 不一定要留着扣刀 圣果然先开得出来 掩护队友来到车旁边 先确保Jester能够稳定地 赚到原始暴怒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Fleta两枪带走了Jester 乌佑没有办法保护到他 而且现在已经没有人去能够管到 我们的Fleta的这个黑白盒了 这个时候是非常要命的一个点 应该是没办法 现在场上Jester 有没有机会咱到原始暴怒 原始暴怒 而且乌佑也带着满机甲回到点上 更要命的事情是Burring 一枪击杀掉了中把 虽然马上被帮Skin击杀 但是换到对方人头是价值连城的 我们说到为什么Zomba 刚才是一个小Deva状态 是因为刚才乌佑的核爆 去击杀掉了Zomba的一个机甲 那这样的话是导致车边 是没有办法再继续上 虽然Tobi还在去做一个续车的动作 但是没有办法车拖到C点 在等Miro 现在是想要从底下穿过来 找到刘街红的位置 不是很有力 直接被分割 然后做击杀 同时 还好这边安娜丢出来一个信条屏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保住自己的性命 Miro虽然杀掉了Perfect 但感觉有点为时已晚 是的 在先手阵亡的双辅助的情况下 还是没有办法 在续航方面有任何的保护 选择要给温斯顿 还是给Perfect的原室呢 看一下是谁跳上来 就知道要直接给了 来了给Perfect 但是这边Perfect 直接虽然中了一波禁聊 但是我们看到 吃的激素根本就不怕任何东西 这边还睡了一个Winston在这边 那这样的话 这一波感觉 想要跟RJH两个人互保而已 是 那这样的话 看一下对于前排的一个帮助 会不会变少一些 头顶开刀 拔刀 这个拔刀又受到了不少的照顾 但这一次总算可以拿到一个人头的成果 虽然说被睡掉 但是自己这边还是取得不错 但是 后手RJH这手剩可能是有点多了 虽然说对手也是交了激素 不过整体上来说 这个技能其实不一定需要交 低点先MF两个人 但已经被看到了 不过这个前端的战斗 待会弗雷塔也不是非常的好参与 这边Jester直接把大招开掉 因为是压的太过去靠前了 而且这边这一波 双方Winston都开大招 看一下 我觉得MIRR这个位置 不一定能跑的回来感觉 应该是跑不太回来了 这个其实挺阴险的 假装往前做了一波闹点之后 把对方的坦克骗了过来 还有没有人能去干扰一下 这个Berlion的原点的黑百合 Berlion已经就位了 但如果Berlion没有办法急杀她的话 就会被Berlion在上方用黑百合 不停的消耗自己坦克的旋线 这边还有一个透视 这边Berlion本来就很难打 而且这边Munchkin在丢到MT 自己反而阵亡 找到机会拘掉Berlion 这边Berlion也是打得非常聪明 就躲在自己的左手边 这个位置是很难被Berlion直接打到的 核爆没有任何的效果 而且点上还有一个和尚的圣 那这样的话查雅塔这个圣能够确保 伦敦队无伤把车推到最后的终点 4比0 12王朝队仍然没有在伦敦朋友战斗机身上 找到任何一点自己能够打开的破绽